絕對不允許我們好不容易得來的民主自由 讓這個傲慢的民進黨政府摧毀 我要再次的譴責民進黨政府 透過權動法的修正 來夾帶內戒嚴的規定 對於這個做法 全民我們都要一起站起來 反對權動法的修正 民主國家引民為本 任何一個執政者都應該把國家的利益 以及國人的健康當成首要的任務 我們絕對不允許我們好不容易得來的民主自由 讓這個傲慢的民進黨政府摧毀 民進黨政府的官員難道不知道 聯合國憲章裡面說到18歲以下的就是未成年人嗎 如今民黨政府不在乎我們的憲法規定 不在乎我們人民的權益 連國際上面的聯合國憲章的規定都不知道嗎 居然想要透過權動法 要動員我們16歲以下的青年 我們看到這樣的情形 不僅僅覺得痛心 每一個國家 每一個家人 都把我們的下一代保護得好好的 因為年輕人 我們的下一代就是國家未來的一個希望 國家的未來需要我們的年輕朋友 烏克蘭的情形沒有看到嗎 明明知道危害我們年輕朋友的事情 絕對不可以做 卻想要在權動法裡面夾帶 還理直氣壯地講 沒有把年輕朋友送到前線 前線沒有把年輕朋友送到戰場上面 軍需工廠難道不是一個標的嗎 我們看到的在這個權動法裡面 除了不在乎我們年輕朋友的權益之外呢 更不在乎的就是國家的經濟發展 民黨官員不知道 美國之音或者是外僑 已經提到台灣的五缺 提到台灣的六缺 還甚至提到台灣零零種種的缺帶缺藥 這些的危機 還提到說他們將來打算 如果這些的問題不能夠解決 就要從台灣撤資 不知道外匯管制 對於外資來台投資的重要性嗎 居然在內部裡面也沒有溝通 央行總裁也完全不知道 這個權動法修正的內容 更不要提我們看到 前一陣子數位中介服務法 經過全民反彈後 如今是要經過權動法偷渡過關嗎 腦力耗盡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鐘來包摸摸水 放鬆心情 舒緩焦慮幫助睡眠 讓你睡得好精神就好 充飽店再出發 辣氣的推薦代碼 CTI567 還有主播出輪物 CTI444 大家好 谢谢大家